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 乡下的农民也结束了忙碌的工作 准备要过年了 而在台东县的鹿野乡 那么有一些种凤梨的农民 他们把卖剩下来的 土有机凤梨晒干之后 加进了糯米里头 导成凤梨年糕 风味非常的独特 七十多岁的老阿嬷 还在用传统的竹竿 在长板灯上挤压加水 打成粉的糯米 准备要试做 今年农历过年用的年糕 我们现在都用这样 是习惯吗 习惯吗 习惯都用这样 今年这顾种有机凤梨的农民 他们要创新 用卖剩下来的凤梨晒成干 来做特别的年糕 厨房的瓦斯炉上 正煮着红糖水 加上他们自己做的 白甘蔗蜜搅拌 趁热倒进了搅拌器里 再把蒸好软软的糯米糕 放进去一起搅拌 机器一边搅一边放进凤梨干 不到五分钟 凤梨干遇到热气 就闻到浓浓的凤梨香味 最后倒进碗里 凉了以后 就成了很特别的凤梨年糕 找来左邻优舍品尝 风味独特又吃得到果肉 它是有水果的感觉 重要是有那个凤梨干的香味 因为量有比较多 所以想说是不是能够 多一些附加的产品 这样子